我们需要学会自己的 给自己顺毛 对 就当你第一下那下你炸毛的时候 你不要去 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三季 开播后好评如潮 收拾口碑 双丰收 周深毛不易 更是为该节目贡献了无数出圈话题 看他们两人的互动 仿佛比看正片都过瘾 所以今天继续跟大家聊聊 节目当中的名场面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加油团成员不按套路出牌 表示想看毛不易用不一样的方式 来安慰一下周深 话音刚落 周深就瞬间入戏 打了毛不易一个措手不及 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周深就已经沉浸其中了 只见周深像急了一个小孩子 一边捂脸一边大哭可爱至极 紧接着毛不易连忙问 怎么了周深 本以为周深会一本正经地说出心中的委屈 结果却给全场讲了一个笑话 直呼他们说我唱歌很难听 说完这句话后 周深脸上写满了期待 做的毛不易会给出什么答案 一平一笑都像极了屏幕前的观众 再看其他加油团成员 全部都化身成了吃瓜群众 将焦点全部都聚集在了毛不易的身上 就在这关键时刻 毛不易面无表情地来了一句 是的 直接让坐在对面的周深 心灰意冷简单的一句回答 不知道笑喷了多少观众 周深也不负众望 火力全开 回对毛不易 我的部分你给我录了 不得不说 这对好兄弟的相爱相杀 日常相处模式简直太可爱了 有人在弹幕吐槽 周深戏精上身 显得太拉垮了 对于这种言论 我只能说华天下之大忌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周深跟毛不易是为了节目效果这才演的 更何况周深的表演很自然 一点都不浮夸 毫不夸张地说 比很多偶像剧中的男主都略胜一筹 起码演技自然 表情也很丰富 并不是为了演而演 对此 不少观众还进行了二次创作 对其称之为小学生抬杠名场面 周深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 再次把令人心动的offer 上升到了一个高度 有很多路人都是慕名而来 专门跑来看周深的名场面 节目才刚刚播出两期 在豆瓣上就斩获了7.5的高分 由此可见周深在综艺圈的影响力 同样不容小觑 在第二期节目中 反转不断 爆笑十足 神外小组突然收到医师 谭潇潇的信息 让他们过去一起 腰椎腰穿 突如其来的任务 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所谓的腰椎穿刺 说白了 就是主要群脑肌液 就连场外的周深 都说看着就剧痛 这种痛苦是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三人来到会议室后 谭潇潇一句废话都没有 让他们直接实操 光听他介绍流程 就感觉特别复杂 三言两语 就把周深说得浑身 骑满了几皮疙瘩 都没法说自己不紧张 还没正式开始 就把紧张的氛围 烘托到了极致 穿刺的过程当中 高尚稳定输出 颤抖的双手 让观众深深地为他捏了一把汗 好在有惊无险 在梁栋的帮助下 顺利完成任务 对于一个医学实习生来说 能顺利完成腰椎穿刺 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还是遭到了梁栋的批评 因为他针管抓握方式错误 笑成他拿的是飞镖 后果就是针管会来回的晃 一番言论 伤害性不高 但侮辱性极强 当然了 老师也是为了他好 毕竟这关乎患者的生命 容不得半点马虎 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 细节决定成败 看完他们的表现后 周深长叹一口气 比实习生都紧张 还对逢称赞不绝口 因为只有逢称一个人比较稳 面不改色 心不跳 很顺利地完成了整个穿词 他自己的那个抗压能力 和他的 再加上他的那个知识 那个专业能力配合在一起 我对他真的印象 毛布衣还回忆起校园往事 说自己第一次接触的 是同学的皮肤 彼此互扎 听完他的经历后 周深笑得合不拢嘴 显得十分可爱 最终 根据实习生们的表现 打出了不同的分数 肝胆仪外科 汪伟航75分 汪蕊70分 看到汪蕊70分后 周深很是一难品 谢续超获得了80分 实至名归 再看周深 张大了嘴巴 节目组还给他加上了 不会吧三个花子 神经外科 李布言86分 张恰91分 冯称93分 新脑管内科 流畅90分 高尚79分 这个成绩超乎了 所有加油团的预料 周深毛不易一提没对 拉满了整期节目的喜剧效果 总而言之 这档节目正能量满满 有专业 有情怀 还有爆笑十足的名场面 入坑不亏 就冲周深一人 就值得一追